石浩借助十祖鱼苗成功逃离异域 就连不朽者出手也无法阻拦 书接上回 当石浩在海铺钓上来一条十祖鱼苗之后 由于鱼苗的力量太过强大 石浩以法力构建的鱼线很快就断掉了 但他听到三藏说出了十祖鱼苗绝非凡物之后 便立刻复出行动 石浩直接跳进海铺中 并抓住了那巨大的背棋 逆着苍穹向上而去 三藏和神明也猜测这条十祖鱼苗 或许可以缩短他们成为藏王的时间 便紧跟着石浩一起跳了进去 但谁也不知道跟随十祖鱼苗究竟会前往哪里 不过也有一些传言说 十祖鱼苗可以横渡海铺回归出生之地 那里很不一般 有着天大的因果与惊人的秘密 而那些在暗中跟随十号的抑郁强者们 也纷纷察觉到了事情不妙 有人惊慌失措地大喊道 赶紧去禀告不朽者 荒药逃走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海铺消失的地点 很有可能脱离了此界 而十号是不朽之王药的人 如果就这样逃走了 谁都难辞其咎 唯一庆幸的是海铺足够壮阔 哪怕是那十祖鱼苗也难以立刻消失 片刻之后便有接到消息的不朽者 开始出手阻拦 他动用世界树的一条小枝叉 直接镇压向了海铺 十号瞬间脸色大变 他看到那条枝叉苍尽如龙 让他感觉如同末日降临一般 比起星空崩坏造成的压力还要巨大 这就是世界树的威势 每一片叶子上都拖着一颗星体 可怕到了极致 然而那十祖鱼苗直接沉入水底 并没有选择与世界树硬汉 这也让十号几人瞬间感到了压力骤减 那位不朽者叹息道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他们已经临近海铺消失之处 那里的规则和场域都很是古怪 就连世界树都不能影响 另外一名不朽者则是说道 既然他自己找死 那就怨不得我们了 因为不久前降下的那道法指中 让十号体内多出了六道印记 现在不朽者便准备以最为极端的方式 将十号彻底灭杀 而后这位不朽者盘坐虚空中 双手截出一个奇异的反应 这片古戒中顿时有混沌雷电浮现 响彻天地并发出阵阵污光 十号立刻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不朽者在设法斩杀他 不过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因为此时十祖鱼苗已经跨进了海铺的终点 挡住了不朽者的秘法 因为不朽者冷漠地说道 传闻一条鱼跨过海铺便能摆脱原有的秘密 而一个多纪元过去竟然又出现了十祖鱼苗 这究竟有何预示 十号逃走的消息也如风暴席卷了整个异域 各族修饰木凳口袋 一个身为阶下囚的少年而已 竟然可以在高手如云的古界从容而退 更为离谱的是许多人都听到传闻 十号是坐着一条大鱼逃走的 这更加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与此同时 十祖鱼苗已经带着十号三人 真的来到了一片古怪之地 抑郁很多王族都知道海铺的尽头非常可怕 贸然接近绝对会尸骨无存 甚至是行神俱灭 而十号他们三人便体会到了那种生不如死的折磨 十祖鱼苗身上发光 如同一轮黑色天日 在对抗那可怕的神秘力量 很快几人神色大变 因为十祖鱼苗身上已经血肉模糊 岌岌可危 这次三人正是借助十祖鱼苗才离开了抑郁 如今连他都支撑不下去了吗 神明见状说道 他身上的祖纹暗带要全部破碎了 这意味着他将失去庇护 无法再对抗这恐怖的压力 最终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十号三人昏迷了过去 而十祖鱼苗以自身祖纹为火 燃烧几身 要奋力跳出命运之河 进入另一片区域 也不知过了多久 十号三人虽然身体破碎不堪 但还是存活了下来 那鱼苗则是由数万丈长缩小至了十丈长 并且逐渐像着昆彭的样子开始演化 十号无比震撼 这纹络很像昆彭符文 他非常了解那种生物 三藏则是说道 跳出命运之河 这十祖鱼苗发生一变 神秘莫测 十号文言有些疑惑 难道昆彭就是这样诞生的吗 当三人静下心后 便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 考虑自身安危 这片区域实在太空旷了 没有一点声响 像是残破的古宇宙 很明显他们成功离开异域 进入了一片神秘的古星空 突然间远方传来了宏大的祭祀声 那是几百个雷灵在横渡过寂静的虚空 他们驮着一张草席 呆痛正是他们所发出 像是在祭祀一个死去万古的大帝 神灵见状施展出一种禁忌葬树 想要捕捉草席上躺着的究竟是什么生灵 刹内间天地模糊 他们隐约看到了整片大地上 所有生物都在朝拜 所有生物 各族生灵都在一起为这个人下葬 十号三人的魂魄仿佛都遭到了触动 想要跟着一起大哭 紧接着神明脸色苍白 大口咳血就连元神都险些炸开 因为草席上的那个人 哪怕已经死去了万古岁月 可顿一径的修士仍然无力窥探 否则会引来可怕的道德 三藏见状低语道 这是古之地者下葬吗 只是这个生灵在古代下葬 如今一群雷铃抬着它穿过星空 是要前往哪里呢 神明皱着眉头说道 我们起初认为这是星空 是一片残破宇宙 但真实情况或许不同 这是超脱在异域外的地方 世界外 很难确定究竟是哪里 三藏又说道 曾有传言真龙很可能 就是雷铃成熟后进化而成的 否则雷铃怎么可能会那么强大 本身就可能是龙苗 而先前那条始祖鱼苗 竟然在向着昆蓬演化 两种生物同时出现在此地 实在有点诡异 十号则是提议追随雷铃 看看它们究竟要去往哪里